从市级一线品牌负责人到占级市场经销商老板 从五十多家门店的市场操盘到单一门店的运营 从一百多人团队带头人到组建八人团队创业 以口 我人生重要角色转变的见证者 我是北京燕郊以口敬水韩东飞 在接触以口之前 我曾经在一家锄店品牌做城市经理十多年 年度业绩大概三千多万 自己熟悉并且适应了城市操盘的环境 在决定创业的初期 曾经在大市场和小市场之间有过徘徊 一般人都会选择机会较多 市场空间比较大的所谓的大市场 但是经过自己的实际考察和深思熟虑之后 还是选择了破具挑战性的镇级市场 燕郊 镇和市两个市场环境相差悬殊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无论是在市场需求 消费能力 还是在消费习惯上 都有很大的差异 面对这样的差异 以口在当地究竟怎么个干法 是个关键问题 镇级市场规模虽小 但是在品牌运营上 我们决定按照地基式的思路去操作 在与团队骨干成员研讨之后 我们确定了现有的业务模式 一家装卖店 加多家分销店 加自营的收获服务 工厂周总曾经说过 差的人可以把好的生意做差 好的人可以把差的生意做好 所谓营销 是经营品牌和销售产品 能力再强的个人 也干不了这两件事 个人永远干不过团队 这就需要一群人 围绕同一个目标 去勤勤恳恳地攻坚克难 只要把合适的人 放在合适的岗位上 团队成员个个都是人才 都能发挥出 各自最大的能动性 知道移口是净水行业的第一品牌 想要做好 但开始不知道怎么干 感觉要做的事很多 一时不知道从哪着手 现在呢 分工就很明确了 经理也很专注 我主要负责 紧盯门店销售 带领员工 推动各项拓科工作 以确保 每月销售目标的达成 负责售后服务工作 每月带领售后员工 围绕售后营业指标 按照服务标准推进各项工作 在为门店销售做好服务 保证的同时 也将售后服务由传统的幕后部门 转变成前端的营收部门 河北三河市昨天通报了新冠肺炎病例密切接触者 21年的生意刚上轨道 22年的疫情对我们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没有营业收入 没有销售机会 也没有上门服务的机会 只能居家煎熬 封控两个月之后 第一次解封 大家出行都比较谨慎 商场也没有开 销售依旧低迷 但是这个节点 耗材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 绷控居家期间 大家的用水量都很大 对律师的使用寿命都很关心 抓住这点机会后 我们全力以赴做老用户的回访工作 那段时间的耗材收入每天大几千块钱 甚至比产品销售还要多 一下就缓解了我们的经营的压力 让我们的生意在特殊的市场环境下 依旧充满生机和希望 跟其他品类对比 这是我们以口人特有的金饭碗 反正这个以口净水吧 我已经使七年了 我们使得这么好 完了我的朋友我也经常介绍 完了过几天我们家闺女就要装修了 全套的吧 好 全套的 还是选择以口 疫情过后我们也有反思 平时要做哪些工作 才能增强我们的抗击打能力 才能经得住市场的冲击和考验 首先 卖一口最具竞争力的产品 夯实一口在高端净水市场的绝对领导地位 其次 做最贴心的耗材二次商户服务 既增强品牌口碑 又增加生意的现金流 品牌经营和做人做事是一个道理 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就是稍有成绩就洋洋自得 总感觉自己干得不错 最难做到的 是经营的每一个阶段 都能发现我们自身的不足 这些不足 就是我们销售提升的增长点 为了避免出现自焦自满的现象 从21年的后半年开始 我们整个团队的学习一直没有间断 包括联盟活动 小区推广 耗材销售 以及分销客户的开发和维护等等 在每一次学习之后 我们都制定一份可行性的目的计划 只要把学到的东西 真正落实到工作中 会发现 我们的工作的确有相应的提升和改善 长期保持学习的形态 是以口在当地持续增长了强有力保障 以口作为高端进水的方向标品牌 在引领整个行业缺制同时 也带领我们这一批以口人 在各自不同的区域逐步实践自我价值 为了让更多的用户体验到更健康的饮水 我们将在以口的道路上坚持做正确的事 坚持把正确的事做到位 我是燕焦以口 韩东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